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,英雄辈出,而刘备作为一代豪杰,在称王之际,自然要大肆封赏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将领们,然而,在这欢庆的时刻,却有一个身影显得尤为落寞,那就是赵云,为何在刘备的封赏名单中,独独冷落了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呢? 读历史,明示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赵云作为刘备最早的追随者之一,一直忠心耿耿,可谓是刘备最得力的左右手。 早在公元二百年,赵云就已加入刘备麾下,被任命为衙门将军,此后随刘备攻打四川。 功勋卓著,官拜天将军,义军将军,但与同僚相比,赵云的君职仍显得相当一般。 细想赵云的经历,他确实是刘备最早的追随者之一,在刘备最困顿的时候,赵云就已站在了他的身边,与之生死与共,后来刘备避难于荆州,愁挫镇兴时,赵云更是为他四处奔走,大力募兵助阵,可以说,如果没有赵云的鼎力相助,刘备根本难以在荆州重新集结力量,更不可能后来主动出击,一统难中。 赵云在随后的赤臂之战中,也浸荡了自己的分内之势,当时曹军猛烈攻势,如虎狼抱虎。 黄盖军心开始动摇,就是赵云临微不惧,力挽狂澜,鼓舞士气,才让刘备的联军得以凝聚力量,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奇迹。 如此看来,赵云确实是刘备事业的重要功臣,然而,即便如此,赵云在刘备的军中地位仍显得相当普通,尤其在赤臂之战后,关羽,张飞早已被封为荡寇将军,征鲁将军等重要军职,掌管蜀汉军队的生杀大权,而赵云仅为偏将军,直到后来刘备进军一周,攻克成都,赵云才获胜一军将军,但即便如此,他的地位仍远远低于关羽。 张飞、马超等人,一代名臣,竟然连一官半职都难求,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219年,刘备攻下汉中后,群臣拥戴他为汉中王,在这一关键时刻,刘备对其他百官大家封赏,马超被升为左将军,关羽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甚至资历不及赵云的魏严,也一跃成为镇北将军,然而,在这些获封的名单中,赵云的名字竟然无处可寻, 作为刘备最早,最忠诚的战士,赵云为何会遭此冷遇?难道刘备真的忘记了赵云的功绩,对于这一疑问? 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,毕竟,赵云可是刘备最忠心耿耿的属下,两人之间的革命情义,可以说是同生共死,患难与共,赵云追随刘备的时间之久,贡献之大,在刘备的心中,应该是无人能及的。 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,当刘备攻克汉中,在对大臣进行封赏的时候,他竟然完全遗忘了赵云这个老对手,赵云不仅没有被封赏,甚至连被点名提及的机会都没有,这是何等的冷遇和忽视啊? 在赵云看来,他曾经为汉中之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甚至被刘备誉为子龙一身斗势胆,但最后却只能含泪把酒,独自一人望着旁人获赏,自己则被彻底无视。 对于一代忠勇之臣来说,这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和伤害,难怪后世有那么多评论认为刘备是忘恩负义之人,但我们是否对刘备的做法做出过于武断的评判呢? 是否还有其他一些隐情,导致刘备不得不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,让我们继续追查下去? 事实上,刘备并非忘记了赵云,而是有着一些考虑,首先,就是赵云近期的战功并不太突出。 在汉中之战中,斩杀曹军主帅夏侯渊的黄中,毫无疑问是战功最高者。 因此霍锋争惜将军,后将军,相比之下,赵云虽然在汉中之战中使用了空城剂,但对战局的影响并不太大,他的战功远不及黄中等人,难以作为提拔的理由。 此外,在攻打益州的过程中,马超的贡献同样令人瞩目,他一人之力就攻下了成都城,为刘备扫清了重大障碍,由此可见, 虽然赵云是刘备最早、最忠诚的部将,但在刘备称王之时,他近期并无太多突出的战功可言,相比之下,黄中、马超等人可谓是剑术卓著,贡献极大,作为一个睿智的统治者。 刘备自然更愿意重用这些有实际战功的将领,对于赵云来说,他过往的功绩固然值得肯定,但在称王这一关键时刻,刘备更看重的是眼下的剑术和贡献,战功是衡量一个将领能力的最佳标准。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,那就很难获得统治者的重用。 当然,赵云也非完全无功,他虽未见大功,但也为汉中之战的胜利出过一份力。 刘备已曾高度赞扬过他的勇气和智谋,但问题在于,这终归是九牛一毛,难以与黄中,马超等人相提并论,一代名将就这样被相对冷落。 多少令人有些扼腕叹息,不过,即便如此,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给刘备扣上魅良怀顾的帽子。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,睁开眼睛看实际战功,也是无可厚非的。 我们只能说,赵云的命运或许确实是多舛,但也并非刘备有意而为之,除了战功不够突出外,赵云另一个被冷遇的原因,是他得罪了不少人。 当年刘备进入成都时,曾豪言要将一周的田产分给重将,但赵云突然反对,建议将这些财产还给当地百姓,以求百姓归心,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统治的长治久安,但却惹怒了不少将领,他们可是跟随刘备上下千辛万苦,眼见着就要分田产了,却被赵云横加阻挠,自然记恨在心,在一个集团中,如果失去了群众基础,很难得到器重。 正是由于此事,赵云在升迁时失去了基础,刘备不得不将他放在一边,细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,我们不难发现,赵云的处境其实是一种无奈,刘备打下成都之后,为了答谢将士,自然会给予一些重赏和奖励,而在那个年代,土地无疑是最好的赏赐之一。 当刘备豪言要将成都的田产分给大家时,军心自然无比振奋,大家无不跃跃欲试,然而,就在这个结固眼上,赵云却突然反对了刘备的决定,他直言不讳的建议,应当将这些田产还给当地百姓,让他们安居乐业,从而赢得民心。 这固然是一个英明的建议,有利于巩固统治,但无疑也极大的伤害了将士们的切身利益,可以想象,当赵云公开反对刘备的时候,现场必定是一片哗然,作为统帅,刘备自然要给予属下一些好处,但赵云却突然横加干涉,这众人于何地呢?这无疑等于是当众撕毁了大家的讲状,并所有人都暗自懊恼和不平。 从这个角度看,赵云得罪重将也是无可厚非的,在一支军队中,统帅固然拥有最高权威,但如果完全无视将士们的利益诉求,那只会让军心渐渐涣散,可见,赵云的做法虽然有一场远,却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口实,没有群众基础的将领,很难获得统帅的赏识,这是无疑的,因此,就是出于这一原因。 刘备不得不在升迁时,把赵云放在一边,一代名将,就这样因一时的英明之举而陷入困境,实在令人扼腕痛惜。 当然,刘备冷落赵云。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他需要平衡各派系的利益。 刘备在进军一周时,吸纳了不少元属刘章麾下的将领,如法正、吴亦等人,这些人地位并不高,但在当地有一定根基,而且也为刘备的战役做出了贡献,为了拉桌这些人,巩固统治基础。 刘备不得不在官职上,给予一些重赏,以表彰他们的功劳,与此同时,刘备原有的荆州老部下,如赵云等人的利益,则不得不受到些许牺牲,这就是权力游戏。 刘备别无选择,只能在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,对赵云来说。 遭此冷遇是一种无奈,但对于整个蜀汉王朝的稳定而言,却是必须的代价。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,维系内部团结,平衡各派利益,才是最根本,最关键的课题。 刘备虽然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,但终究还只是一个新兴政权的开国者,他必须巩固自己在西川的统治基础,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拉拢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士绅阶层,用利益和官职来交换他们的效忠,向法政。 无异这样的一周世人,虽然在刘彰手下地位并不突出,但却都有一定的人脉资源。 拉拢了他们,就等于是获得了这些人脉。 因此,当刘备真正掌控了一周之后,他必须给予以法政为首的这些新部署,以相当的奖赏,以巩固他们的忠诚。 而这些奖赏,自然也就意味着,其他老部署如赵云等人的利益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牺牲。 毕竟,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阶段,资源都是有限的,无法让所有人都完全满意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刘备对赵云的冷遇就不难理解了。 作为老不下,赵云自然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,但与此同时,刘备也必须拉拢新的力量。 以巩固自己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的统治权威,这就注定了。 两股力量之间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,为了权衡两全,刘备别无选择,只能在赵云等老不下身上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,以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利益平衡。 可以说,这是一个无奈而艰难的抉择,但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,刘备的做法也是在所难免。 毕竟,如果他一味重用老不下而疏远了新征服地区的权贵,那很可能会引发新的动乱,让他前功尽弃,相比之下,暂时冷落赵云这样的老将,虽然看似有失英雄气概。 但对于整个大局的稳定却是必要的代价,正所谓要想艳阙安之洪湖之至,赵云也必将懂得刘备此举的深意。 当然,我们并不是在为刘备的做法百分之百开脱,无疑,他对赵云敌却有些过于冷酷和忘恩,但同时,我们也必须承认,作为一代开国君主,他的抉择敌却有其无奈之处,这就是权力游戏的残酷,往往需要在利益中寻求平衡,做出某些令人扼腕的牺牲,直到刘善继位,赵云的处境才有所改观。 刘善深知赵云的忠诚与能力,遂拔着他为忠护军征南将军及镇东将军。 前锋为永昌亭侯,这无疑是对赵云的一种嘉奖和重用,可惜好景不长。 赵云在随后的击鼓之战中未能全胜,反而受到贬值的处分,最终并是于任上。 病人扼腕探玩,一代猛将就这样离世,注定无法实现他原本应得的荣耀。 刘善的这一做法,无疑是出于对赵云才能和功绩的充分肯定,作为先帝的嫡系子嗣。 刘善自然也知晓,赵云一直是刘备身边最得力的左右手,因此,一上台就重用赵云,无疑是对他的一种报答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